原来我们在北京就有很深的招望 最早的时候是买他的书 买那个刚才提到了买那些书 余先生搞了一些内部书 那个时候法律专业是绝密专业 绝密专业可以买群众书版人出的内部书 只要从我们单位开介绍信就可以买得到 所以说这是我在北京政法学院的时候的情况 那时候古拉格群岛、社民间谍、俄罗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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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些东西 都是从他的书里头学习到的 再就是在八十年代呢 余先生是北京的律师事务所 那一批体子类 堪民派的一个秀人物质 和平刚才提到 只要到北京去你这几个人 什么葛阳啊 什么 咱很多人 松长江啊 松长江我出国的时候他还基于注托 帮忙联系 余浩诚 那个时候我这个学生 对余浩诚只是慕名 那么真正的跟余浩诚先生接触是什么时候呢 是八十年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时期 那个时候这个全民上下 基本都在讨论政治改革 尤其是北京很热 然后我在北大我跟北京那个跟北大研究生会合作 就搞了一个北大北大主要一次政治体的改革研讨会 那么没钱呢 没有钱啊 就是找余先生 余先生二话不说拍出两千块 那个时候啊很厉害啊 二话不说拍出两千块啊 跟我去开这个会 因为那个时候他是这个法学杂志的主编 有点心 对他手上有财权 还有一部分钱就是从上海一个杂志 法学杂志来的啊 就是开了这么个会 这是我跟余先生第一次去他们家 跟余先生真的是 因为介绍的那个人跟余先生很熟 是同行 所以说他就说很好 这个你给我这个 还几天我把这个枪打过去 就真的是 没想到那么爽快啊 就是那个时候 后来呢 这个余先生 余先生呢 出国 有一个我没出国 有一个人没有联系 他到美国来之后呢 余先生给我帮你个忙 就是我上法学院的推荐信 就是余老给我写的 他给我写了一封 很认真写了一封推荐信 再就是后来就是说 他去世以前啊 那个我跟他打电话啊 有一些联系 他那个照片呢 我收到的时候 确确实是我也不相信 所以我就去问 我说照片就这样了 然后他们家人就说 他说他去年这个病了一场 病的时候呢 他不吃东西 嗯 然后就立刻就销售了 销售之后的就回不去了 是这么个情况 后来我把这个照片发在推荐上 很多人都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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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是相差的非常非常大 跟那个宁乐福形象 这个完全不是尼玛士 然后这个这几年他也写些东西 竟然写些东西 他写自寿诗诗 从六十七十八十九十 一直写下来 每十年写一个 你会看见他的这个思想轨迹的转变 从这些自寿诗里头看掉 那么我们刚才很多人提到 余后成的先生的贡献 在这个作为法学家的贡献 实际上余后成是当时的 中国政治学会的副会长 是当时中国宪法学会的副会长 就是说他在宪法学会的副会长 那还是我的领导 因为我是宪法学会的理事 他是我的领导 然后呢他这种开明 一直在我心里 留下很大的印象 余后成呢 刚才大家谈那么多 没有提到的 他的一个贡献在什么地方呢 1979年中共的六十四号文件 这个呢被认为是 中共法治改革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的文件 那么呢 1979年这个六十四号文件 再加上1982年的宪法 它为什么这两个东西是里程碑呢 而且我认为 我从当代法治史的回顾来看呢 1979年到1982年宪法 是中共法治改革的里程碑 从此以后就再买了 从此以后再买 而且是吐吐到腿 然后我这里面就提到了1979年六十四号文件 我当时写这个文章的时候 我就那么共产党在79年的时候 怎么会出现六十四号文件 这个六十四号文件 我们提了两个东西 第一个 共产党不许再审批案件 没想到吧 共产党不许再审批案件 新政委还在审 那个是79年啊 然后一个社会主义法治的六字 这个是后来修宪 我们把它作为什么了不起的程序 制度、治理的治 就是和平说的那个 不是制度的治 79年了 它就提到制度的治 那么这个文件是怎么诞生的 那么第一个 这个82年宪法是怎么制定的 就是党 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里的活动 就把党给匡限在宪法里 这个跟崇神匹提的 那个党主立宪完整规马式 他是党的领导 在党的领导下 搞法制 搞依法办法制度 而1982年宪法 就以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里的活动 把党和法律的关系 就已经给你澄清了 这就是79年和80年 是82年期间的事情 然后那个79年这个文件 现在我就进行余生余先生去世以后 我看一些回忆文章 有个叫石一军 他晚年是东北人 来写余孝成先生的回忆录 就提到这个事情 他这个文章标题是说 对邓立群不能够从这一左回右 来给这个人提标签 他怎么提这个事呢 他说这个文件啊 这个79年64号文件 就是邓立群主持的 对 岁月苍山没想到吧 完全没想到 你看看那个 法学所的人叫什么 李布云 三个人 李布云 社科院法学所的 社科院法学所的所长 王家福 再加余昊成 三个人 余昊成是这个文件的其他小组的组长 然后余昊成把这个东西搞出来以后 公安部的人还给他急呢 他说你怎么能够让大部审判案件 托立党的领导啊 余昊成说这是中央文件 这是中央文件 那是总书记是谁啊 总书记 79年 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写回来去研究 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出现这样的东西 这很好理解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东西 那么我在全国人大干活的时候呢 他们就说余昊成是这个法治派 他什么是法治派 就是他自己在文革的时候 哎呀被斗了一揍 所以他出来以后一定要搞法治 就是这样的一个 具自身的历史的反响和反思 他才要搞这个东西 那么呢 这个后来共产党 真的过了几年 基本上把那东西全忘了 那到现在你为什么为了黑暗 就宪政不许提了 法治还没有任何影子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这个东西就不可思议的事情 最后一个呢 我想因为这个 实际上我讲一点就是这个 李静静说这个余昊成先生啊 是这个传统中文的 我不太认同这个定性 我觉得余昊成先生是党内开明派到完全的自由派自治分子的转型的一个典型的 他到晚年的时候 你看他的自首诗啊 他 完后写月后写 他对这个当群人正的失望 极端失望 极其的气风 每年的几行字都表达到气风之情 还有一个呢 他在这个 在中国的这个 因为这个追悼会是公安部 老干部局一个开的 所以呢 他在这个08县账的第一位签名人这个 没有放进去 没有可以理解 是吧 他是08县账的第一批的第一位签名人 吴昊成放在第一位 你可想到 你可想而知 他是如何的这个 在那时候对他的勇气 他的他的他的判断思维 他是怎么样的操前 还有一个就是没有提到的 这个这个没有提到的 吴昊成在美国的时候 刚才王仁涛有来 他可能更详细 记忆比我好 吴昊成是在美国建立的 中国司法观察的创始人之一 中国司法干什么呢 就专门监督中共 这个是依法法治 这个进行个案研究 然后我们搞了好几个案件 包括这个哈尔滨副市长的这个酷刑案等等 对 哈尔滨副市长 还有这个回格权等等 这个海外回格权等等 这都是中国司法观察 这个做出的这个贡献 还有江泽民滥用职权 签这个国际协议的案子 这个对 吴昊成都在里头 然后我记得 我前段我住波士顿 原来我这个老搬家 行李住波士顿一点 认识康星一点 纽约一点 然后我前段我到波士顿 把那个行李挖回来 留到波士顿的行李 然后我整理照片 还有我们那个时候 跟吴昊成在波士顿 开中国司法观察会议的照片 哦 有吗 现在 啊 现在没有 对 我没带来 对 对 在那个会议上呢 吴昊成告诉我 他吸酒无命 特能喝 特能喝 每餐基本上不辣 你可回评说他红个满面 确实红个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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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以后更加红个满面 这个身体很好啊 真的 我跟他打电话的时候很好 但是这个 这次他的身体的急剧变化 真的是没有预料的 我跟他们家里亲人通电话 说就是一口气 我说 没下去 就一口气 就这么早 但是呢 有的人说是白血病 我没有听说 对啊 没有听说 因为我跟他打电话 但是我身体很好 没什么大胆 所以说我们 在美国这些人啊 看着老朋友啊 前辈啊 一个个走啊 心里很沉重 你看我们在这个屋子开过谁呢 开过陈子明的 这个追思会 今天又开这个 一号城的 然后我们开过陈一芝的 是吧 刘宾燕的 等等 很多啊 就是一个一个的 就是看着这些朋友都走 对啊 我们真的心情很沉重 下一个又不知道是谁 真的是这种沉重感 无以形容 但是呢 怎么样 这个人死了啊 我们怀念怀念他 就是说 想起我们曾经一块做的事 想起他对这个 对中国思想界 法学界 出版界 做出的不朽的贡献 这个我们应该对于昊成先生 更加忠敬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